世新大學主辦的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今年交去在全媒體時代科學節目類型與受眾 科普跨領域與低碳永續等議題進行研討 產官學界代表分別針對未來科學節目制播與推廣 期望開創全民視野 新興的科技一直在發展中 例如量子計算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量子計算 例如blockchain 區塊鏈 很多民眾也都不知道 但是這些日後都會跟我們的生活 以及民生的使用都有息息的相關 因此我們有責任讓我們的一般民眾 針對新興的科技來進一步了解 世新大學校長陳清禾指出 在大學中設立科學傳播平台 希望將相關知識融入共通課程裡 期望讓學生在學習之後 讓一般人能夠理解與接受 進一步讓科學產品轉化為商品 與日常生活相結合 透過大家的影響力跟傳播力 把我們的一些科學想法能夠推展出去 那在我們的推動過程裡面 也讓我們的產業就能夠很快地 讓它的完成的科學產品 很快地能夠變成一個商品 然後就變成我們一般的生活裡面的一種結合 研討會上邀請到電視台資深媒體從業人員 分別就媒體生態與自然科學計時節目 以及知識傳播挑戰等議題進行解說 並分享工作中的所見所聞 期望透過國內外跨領域的意見交流 開拓大眾科學傳播理論與實踐的新視野 記者劉德瑜採訪報道 最重要的目標是 感谢观看